有一首客家流行歌曲 是客家话小姐很漂亮的意思 其中same就是小姐的意思 在50年代前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 客家人帮女儿取名字时 很多都会以妹当名字 并经常从生活中取材 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取什么名字 其中以出生逊序命名的为最多 如初妹二妹三妹 还有借由取名祈求下一胎生男生的如 满妹敬妹异妹等 也有以出生季节或花卉为名的 如春妹秋妹或蓝妹菊妹等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取名传统也影响到 住在与客家人交界出的原住民 其他名最后一个字也会用妹来命名 其中最有名的是女歌手张惠妹 屏東内部东边村是典型的客家农村 有两位同名同姓的林秋妹 在一次姻缘的旅游中彼此认识 并举办了相见欢聚会 彼此结为好朋友好姐妹 让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林秋妹的故事 你叫什么名字 林秋妹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林秋妹 我们两个都是林秋妹 今年3月30号 两个林秋妹 那个相见欢 那我们买个蛋糕 要唱个歌 开始唱了 林秋妹林秋妹 林秋妹林秋妹 我们都是林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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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OK 那要吹蜡烛已经熄掉了 好来 你们两个一起吹啊 来吹蜡烛 好 现在两个林秋妹要来吹蜡烛 吹蜡烛 奶酸豆湿吹蜡烛 我会跟你一口吹 今天我们来 我再开一口吹 来 你摸一口吹 我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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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开 我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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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酸豆湿吹蜡烛 奶酸豆湿吹 真的是缘分 大家是缘分啦 刚刚好又经常会从我那边过 我又扁春 这样就很好了 哈哈哈哈 哈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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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勒